看一下那个第二小题 第二大题 好题目说呢 他说在5.55当中 请问你十分位是百分位的几倍 好那我们看一下 什么是十分位 哪里是十分位 小数点以下的第一个数字 这个就是十分位 OK 然后百分位呢 是这里 这个是百分位 那你要记一下 其实这个概念很简单 就是在我们人类的数学里面呢 我们都是属于所谓的十进位 十进位的意思是说 左边的第一个 左边的数字会是右边的几倍 十倍 那如果两个的话呢 那就是十乘以十 所以题目说 十分位是百分位的几倍 这里就是十分位 这里呢就是百分位 所以左边是右边的几倍 答案写上去就是十倍 OK 好那第二小题呢 打一颗星 好那题目是说 那十位的五是十分位的几倍 来哪里是十位 这里是十位数 因为这里是个位嘛 对不对 这个小数点的左边 一个数字是个位数 这个是个位 所以这个是十位数 然后呢 十分位是在这边 所以你看 总共几个间隔 两个对不对 两个十 那两个十怎么办 就应该要注意哦 不是十加十哦 而应该是十乘以十 所以答案是多少 一百倍 好那记住哦 每一个间隔就是十倍 两个间隔的话就要十乘以十 OK好然后再来 十位数的五是百分位的 百分位的五的几倍 好哪里是十位数 的五 这个是十位数的五 这个是百位数的五 好间隔几个 一 二 三 三个对不对 所以应该多少 答案应该是十 乘以十 乘以十 所以给多少 答案等于 一千 一千倍 OK好 那就以十类推啦 个位数的五是百分位的几倍 好 这让你写 好不好 OK 这个让你写 好 再来第二题 第二题要说 请你这个要反过来 就是三十一点零六 请你用它的实际位来 写写看 好 那这怎么记的 其实很简单 这里是不是十位数 对不对 这个三是不是十位数 那你怎么写 你就写成十 乘上三 反正就记 十位数就要乘十倍 个位数呢 就是一 一乘上 一 OK好 加上 好 这个是小数点以下 第一位 十分位 十分位怎么写 十分位要用是0.1啦 那因为它是0嘛 所以就不用写了 好 那这个百分位的话呢 是不是6 那你要怎么写 你要写是0.01 去乘以6 注意哦 十位数的话 是要有个0.1去乘 那因为刚好0.1 乘以0 就是0 所以这个部分就不用写了 OK 会了 好 后面第二小题也是一样 那你动手做一下 我先写了 我先写了 我先写了